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号两场 因为三年多前上次来节目的时候 其实也是因为在看那些音乐厅开专场演出 那上一次演出作无虚席 观众反响强烈 那我相信两位对于当时的这种盛况 也应该还是历历在目吧 我觉得纽约是个福地 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福地是就我的演出而言 我觉得上次那个2800个人 一是我的演出让大家很开心 第二其实大家那么热情也让我很震撼 最最让我难忘的是最后 最后观众因为一直让我再来再来 没什么来了 到最后我灵机一动 让大家一起唱国歌 想不到真的有非常非常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在台上演出的时候 我在一起唱国歌 我看到下面很多人都在哭 我觉得就在这个一瞬间 所有中国人的心都在一起了 其实那天晚上不只是大陆的中国人 还有我们香港同胞 还有我们台湾同胞都有 也有一些马来西亚的华侨 反正那天能够那天2800个人 那下面肯定来的人 都是能够听懂中国人的 听懂那个中国话的 但我觉得大凡那天晚上 能够听懂中国话的人 都会听得懂国歌 都会起来唱国歌 当唱国歌的那一刹那 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但是我还记得那时候 就所有的人把手机举起来的时候 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没辙了 他们是不可以拍 但是呢 对 他好像是有规定说不能拍 他们是这样的 就是原则上是不能拍的 你拍了吗 注意点 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正好是有感而发 因为当时这个现场 就是在场的所有观众 其实都是特别受感染的 尤其是这种气氛 那我相信这个虎女士 您在台下看 您的这个感受和别人又有不同吧 我当时每一场 我都是哈哈大笑的 但是我最让我感动的是 后来有很多朋友 给我发了很多短信 他们说 在美国待了25年 他说周先生这个演出 让我真正感受到 我还是个中国人 他说非常感动 其实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你说就是我在台上 为所有人带来快乐 这是我的职责 也是我的爱好 但是我想海派金口 也不是说是说笑话的代名词 我总想在快乐之余 在让大家一块去思索一点 什么东西 交比我这次 我这次演出的内容 就会涉及到我们要有大国国民心态 你看像我们这次最最牛的 中国那个十一阅兵 对吧 那人家可以说用四个字来盖国 叫没有瑕疵 就是绝无瑕疵 无懈可击 就无懈可击 我觉得作为所有 只要作为中国看到都会很骄傲 当然这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 那你说不不你开这个玩笑 不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很多快乐的东西 比方我们的阅兵非常雄壮 我也啪啪啪多片 后来我看就是后来前后有许许多片 印度人的阅兵 什么这个西班牙人的阅兵 朝鲜的阅兵 各有各的不同 这个当中对比的话就会蛮好玩的 所以我这次自己也很期待 你比方印度那个高台腿 你看这个包括像我们朝鲜的阅兵 也威武雄壮 但是各有特色 在有的国家的阅兵 不知道他是在阅兵还是在搞笑 有什么弄的摩托车 像杂技一样的 像印度 什么印度尼西亚的 这个印度的好像是 挺有意思的 我现在正在整理这方面的资料 做个对比 所以具体的这个演出的内容 您还在这个筹备和整理当中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每次会有许多准备 有即兴吗 我应该说是也有准备的 我基本是即兴的 基本是即兴的 因为我觉得最好的感觉的一刻 就是当你踏上舞台的这一刻 然后我所有需要演的东西 我会按照现场的那个气场 这个气场是那个叫叫叫 不可不可就是不可言明的 就那种就比较美妙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上去了 我就知道我要说什么 其实我没有什么剧本什么的 我只有提醒自己的台词 那你提醒自己那种提纲 你比方说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比方我们都说你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他是中国人 来看我的也是中国人 但是在美国 在美国的纽约 那其实我在想 我们同是中国纽约客 这个老乡见老乡 然后除了搞搞笑以外 我觉得我也希望有些问题 可以跟大家一块分享 比方我觉得在中国 开始走向强大 我们现在基本是属于 美国肯定是最第一个 中国就是第二 那么紧随后面的三四 已经差得很远很远了 我觉得就说 一个就是一个强大的中国 在21世纪 我们应该怎么做个中国人 我们应该如何在美国的纽约 做一个纽约的中国人 我觉得这是中国人考虑的问题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慢慢地 通过各方面的文化走出中国 包括我的演出 我觉得我是有一定使命感的 我的使命就是说我想和大家分享 如何在国外做一个中国人 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所以这也是您三年之后 再次在卡内基音乐厅来办演出的一个初衷之一吗 对应该说就是说我在美国生活了这几年 我说纽约是我的福地 也是我的事儿地 碰到许多事情也有很多感受 但是作为我本人来说 我一直是一个非常 以非常积极的健康的快乐形态来面对 但是可以快乐面对的事情 它不一定是快乐的 那么我就觉得有时候 拿我这些已经过去的事情和大家分享 分享我的感受 不不会指名道姓 但是我相信我说什么 大家一定知道 因为我的观众只要到现场来 一定是熟悉我的 知道我的 那我觉得如果有些东西我知道 不和大家分享 那是我的责任 大家不要认为波波的事情 波波那是跟我们分享 波波会不会开心 波波一定是开心 因为所有事情都可以 以快乐的方式来表达 我和我太太这个 这个三约有许许多多 很搞怪的东西 感受很深 在纽约有一点就是 第一 要对人客气 第二 碰到事也不要怕 但是有一点 你律师费一定要保证好 我觉得美国是一个 律师的国度 像我碰到这件事 我和各种各样律师接触当中 我就有许许多多感受 我还跟我太太说 什么钱都可以省 律师费不能省 家里要节约店 家里要节约店 一到晚上 六点半以后要点蜡烛 然后WiFi关掉 到路上到沃尔玛去蹭WiFi去 会有许许多多很好玩的东西 和大家一块分享 最关键是我觉得 中国人在别人的国家 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还有我觉得要入乡随俗 您指的这个入乡随俗 一定是有根据的 从哪些方面您会提到 就是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 并不是很 那太多了 那太多 你比方说 我在法拉盛看到中国人 和在曼哈顿看到中国人 都是中国人 我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曼哈顿过来的 这个是法拉盛过来的 这个是洛杉矶过来的 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个特色 比方说像我们法拉盛的朋友 它还是因为比较固化 比较扎堆 虽然在纽约 但是基本保持传统的中国文化 比方说见人不孝 不打招呼 电梯上下 我觉得我们国人 还是有许许多多 应该改掉的小的习惯 我觉得文化走出来 要融入 就像我们这样 几年住在这里的 我们要融入 更何况你几十年在纽约 你一定要融入 否则你到这边来干什么呢 对吧 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中国人要互帮互助 是 我们中国人是最讲人情的地方 最讲人情的是中国人 但是呢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国外的中国人 说中国人一定要 一定要团结 为什么大家每个中国都会这样说 因为我们不团结 对 因为我们不团结 而且我们自己这件事 本来很小很小的一件事 就是被一些不良的中国人 就自己害自己了 就是 当然就是有本事的人 他外国人也不会来害你 这个没有什么冲突的 对吧 所以我也想 刚刚到纽约的华人 中国人也要注意 我觉得很多地方要注意的地方 我就我想和大家一块分享分享 但是这个舞台是释放快乐的 不是释放牢骚的 即便是牢骚 我伯伯也会以非常快乐的方式 跟人去分享 说得很好我 笑声不断 你觉得你上次你看得开心吗 对呀 现场是真的就是笑声不断 那其实应该是这样说的 其实在纽约演出的效果 和国内相比的话 应该还是属于打个六七折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场地不够大还是 还不是 场地是 我这次场地更小 我这次才六百座 因为我觉得场地大比较累 会比较累 但这次是两场 但这次是两场 关键是我在国内的话 演出一般我都是在四五千人以上 好像体育场也做过是吧 不 我就做体育场 就做体育场 一万四个都有 我最高记录应该是一万四千人吧 我说了三个半小时 然后这是人数最多的 演出时间最长的是在墨尔本 我结果把话筒的电都弄过了 这个三小时四十分钟 我觉得这次我主要是什么 因为也释然了 因为女儿已经考上高中了 所以就说我有想到演出 然后自己感觉也到了 我觉得总想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 那么挺 我觉得跟《纽约》真的很有缘 像我差不多 我差不多离开舞台 要三四年 四年不到 四年不到 我离开迎平什么的 我觉得这次开始 是从卡内基开始 那多有意思 三年前在卡内基 然后卡内基演出版以后 我就再没有上过舞台 然后三年以后 我再登上舞台 又是在卡内基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是很有意义 再结局 我们把更多话题 留到下面再说 好不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周老师和周太太 三年之后 两位又要重回 这个卡内基音乐听 那三年之后重回旧地 两位的心情是怎样的 又有什么新的期待 我觉得非常的奇妙 奇妙在哪里 三年前 我最后一场演出 是在卡内基 是唐灵做的采访 现在还是 三年后 我再次登上卡内基 采访的 还是唐灵 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这三年 时间过得好快 事情也真的很多 对对对 特别对一个 两个孩子的妈妈来说 对 真是这样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好像这个感觉 和三年前没有变化 两位也真的是 就是别来无恙 尤其是周太太 保养得非常好 最关键是 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到现在身材都是那么的好 谢谢 就进入互框 互框模式 互框模式 对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演出 因为您之前有说 其实这个演出的人数 当然和国内没法比了 但是我想因为 卡内基音乐厅 它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对 它一般来说 它还是这个古典的 西方的严肃的音乐 是它一个最普遍演出的 这么一个曲目或者是这个内容 那您看您是来自中国的 这个亲口艺术家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它还是有很多 我们说这个文化方面的冲突和融合 包括这个气场方面 就是您站在那样的舞台 您觉得它给您带来了 怎样不同的感受 其实那个三年前 我那个在最大厂子演的 我站在那个十字角 就是采格夫斯基曾经 指挥交选乐团这个角 我站在那边 第一我觉得一种崇敬的心情 还有一种很坦然 我觉得很坦然 然后我上去这一刻 我就觉得和所有的 这个气场全部融合的 非常快乐 这个厂子我觉得 既给人神圣感 又给人成就感 其实怎么会去卡内基 倒不是我要去 是我的琴师 他们作为 他们搞音乐的人 都有一个梦想 可以进入卡内基 是他告诉我 知道吗 美国人有一个说法 叫你只有努力努力 再努力 你才能踏上卡内基 我说 那我们去一下 想不到他通过了 因为他是邀请式的 他是那种邀请 他不是说 你有钱你就可以去 他要看看 然后我的琴师们 我的琴师跟我说 先生 他说他们都调查过了 你的背景 他说完全可以胜任 我说你是为了你的梦想 还是为了我的圣人 他说不 先生 卡内基只为大使亮灯 我说哎呀 好 是这个缘分才到那边 所以我就觉得 我非常相信缘分的 就像我前面说的 我不是开玩具 你看第一次是你 第二次还是你 对吧 三年以后 然后我们是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还是非常幸福 虽然碰到很多事情 但我觉得你比我更幸福 你带来了两条生命 对 他有变化 三年多了 对 多了两个宝宝 有变化有变化 我这三年 学了一点美国法律 我还真实 现在他绝对 没办法是逼着的 就是我太太现在 绝对就是 大半个法律部门 我只是懂了一点 美国的法律程序而已 就是那个 为我们 为我们那个 Scarry律师 我这边也可以说说他 他现在好像 他说 如果要忙的话 一直忙 他可以忙到90岁 他可以做到100岁都接不完的案子 所有中国人都去找他 所有中国人碰到麻烦的都去找他 而且指明一定要Scarry先生 所以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和做一件坏事的区别有多大 真的 我觉得人都靠 我们人的一生 我觉得是这样 苹果 我说我用半辈子去追求财富 这是一种成功 财富也是成功 但是我要用一辈子 去赢得名声 去赢得尊重 所以就说 卡内基一个是小别三年 在斯登上 其实有许许多多 很复杂的情感 有证明 有感谢 有诉说 有分享 有很多人这么说 说这次您在这个卡内基看专场演出 其实就意味着您是在高调付出 您认同这样的说法 你说付出 其实理论上来说 我从未离开 又何谈付出 你比方说 因为我现在是个自媒体的东西 我微博没停 我的所有的视频都在下 都可以看到 但是我觉得 我也认同这句话 就是 因为在卡内基这个地方 它是比较有仪式感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也会很在乎 我不会把它认为是一场普通的演出 它很有意义 我觉得对爱我的人 对爱我的人 对恨我的人 都是一个交代 对吧 我不是人民币 不可能人人都喜欢 但是我只为爱我的人活着 我只为喜欢我的人活着 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新媒体 其实我觉得 现在尤其是华人 我倒觉得就是美国人 他们可能这种社交媒体 进入他们的生活 或者影响他们 并可能还没有我们中国人多 因为我们中国这几年 在这个互联网的发展上面 确实是站在了世界最前沿的 这么一个位置 那其实因为这个社交媒体 新媒体 互联网的介入 我们的生活改变了很多 同时很多事情的游戏规则 其实也在发生改变 尤其是像您这样的 很早就已经家业户晓的 公众人物 在您看来 现在做公众人物 和原来有哪些区别 我相信这个不同是非常大的 OK 我觉得现在做公众人物 你的心要足够的大 然后你要很聪明 因为什么 有些道理 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 互联网让我们知道的更多 但是让我们明白的更少 这是我对互联网的评价 让我们知道的更多 但是让我们明白的更少 是为什么呢 它现在都是激推 推送 大数据 其实你看到的 只是你想看到的 但是你想看到的以外 有许许多多 你不知道的 但你应该看到的东西 所以大家上网的方式 各方面 现在是你喜欢什么 给你推送什么 对吗 你喜欢它就会推送过来 所以我就说 有时候学会 打开一些陌生的网站 学会打开一些陌生的讯息 因为我觉得互联网 不要让自己更窄 而事实上 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 互联网的越来越 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其实你知道的东西 反而没有原来的多 因为你都是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 你没有去探索 但是人生是需要探索的 我没有中这个招 我知道的还是很多的 因为我会对所有 我不知道的东西好奇 但是我们互联网 对我们的伤害 还是蛮大的 其实这种伤害是这样的 这几年无限的诋毁 还是蛮厉害的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 人如果不被诋毁 说明你没有价值 但是并不是说在互联网上 像英雄一样存在的人 他就一定是英雄 说不定他就是一个大奸大恶的人 这个就是个人理解问题 但我们是有人在后面有意诋毁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些对我们来说 都是真的太小case的事了 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不要去希望 你作为一个人 让所有人都爱待你 连毛主席都有人爱有人 有人不爱的 这更何况是我们一个反复俗子 所以就说 刚才我再回到你那个问题 在当下的互联网年代 应该如何做一个公众人物 就是说心要足够大 那您觉得现在做公众人物 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就是说 你要如何面对那种水军 黑子 喷子 变态的人 你既要看到 但又要视而不见 你既要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但你又不能让他们所说的东西 去影响到你 这个很难 我做到了 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尤其是在上海 在纽约 两边跑 我相信这个生活方式 也会有一些不同吧 有有有 在上海就事比较密 朋友今天这个吃饭 明天那个穿你掉牌 还得保持自己的身材 对吧 看到美食还不能怦然行动 他天天是吃胖 也不是 我主要是因为脚买了一下 那在美国相对就比较亲近 我觉得这一点 是大陆跟美国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在国内 你是个脚入鸡就得脚进去 你就得跟着走 但是在纽约有这点好 你想热闹马上可以热闹 你想亲近没人来反应 这点非常好 我觉得 出世和入世的感觉 您说的让我有点像 有点有点有点 但你在国内的话 你可能就得跟着风 你不好意思 但是毕竟在这边的话 大家接触 人际接触还会有一个度 比较简单一点 比较简单 那在经历过那么多的 风风雨雨之后 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就是人生就是从风雨中走过 其实就是有感受 但是我好像也没觉得好像很悲切 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和泰特的感情是越来越好 我们家庭越来越幸福 最关键是我这个三年 是女儿一块陪我度过的 然后我的女儿 现在考进了很好的学校 我相信和我们家庭 这种特殊的经历也是有关 因为她有精力了 她有眼界了 她知道了 她把所有的家人培养成 各个看法技能力特别强 无论怎么诋毁 大家都一笑而过 内心很大 把她当笑话来看 你看 我前两天 我传了个抖音给我女儿 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我就觉得 这才像周立伯女儿说这话 她回了我八个字 故事感人 演技吓人 就这样 就对她这个评价 我说我很自豪 我说这个 我都没有这么高度概括 但是就耳闻目入 她平时她的节奏 包括我女儿是个 非常愿意发问的人 她会发问 然后她经常跟我争 但我永远举手投降 那她说 你为什么跟她 我说你要让女儿有攻击 我要培养女儿的攻击性 然后我就说 我要让她有成就感 然后哪怕她说 我说好 你说的有道理 然后等事过了以后 我再过去 我们还可以探讨一下 她还会有另外一个结果 我觉得 这个三年 如果你问我感受的话 我就觉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对我而言是件非常好的事 因为也许 本来是很忙很忙 然后碰到了一个坏人 碰到了一个恶人 碰到了一个小人 这三人合纵 给了我一点麻烦 但是她给了我家庭的温馨 就是本来很忙的 啪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我开始去面对我的女儿 面对我的家庭 其实我还是要感谢这三个人 感谢这个恶人小人和坏人 她让我面对了整个家庭 然后知道原来还有这么美好的事情 至少我们在一起 过去本来就是凤凤鱼 工作比较忙 什么不会想到家人在一起 由于这件事情 她把你固定下来 你就会觉得很快乐 所以就叫人生一世就有得有失 所以既然这一个风波过去了 然后我今天我想上台 我又上台了 然后我又碰到你 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娓娓道来 这就是幸福 那这一次的演出之后 您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计划 我知道您的微博视频 都是没有段的 前段时间我还看到您在网上 有好几个段子出来 这个倒是我个人兴趣 我前面来之前 我还发了一条微博 还发了一条微博 说过来到你这边来做采访 但没说你名字 明年的事会比较多 因为女儿现在已经 我安排好了 反正高中也进来了 老师什么都去安排好 明年我可能会 随着年龄的增加 我可能会 王联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